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个特点 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 我觉得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我就应该怎么讲 我是一个孤儿 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 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我也没有兄弟姊妹 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胆 胆就是我的母亲 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把党当做我的母亲 所以我讲什么话我都没有顾忌 我觉得只要认为我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 得到什么后果我是不计较的 我觉得现在上海最重要的 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去落实 要说到 要做到 而不是提出很多的干领 很多的要求 如果我当选社长的话 第一条 我决心使下一届政府成为一个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连接的高效率的政策 这是我的决心 首先从小事情做起 一定要坚决的杀住吃喝风和受理风 这不但是一个节约 而且是树立我们一个情建建国的风气 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 从市政府做起 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 无论如何 一菜一汤 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这是一个象征 以后就是说不要搞送礼啊 这个发东西啊 这种风气 能够节省很多钱 现在政府机关盘大得不得了 里面人服于事 好多人是不干活的 我今年就要做这件事情 成立这么一个图战的机构 完全是一种新的模式 里面的工作人员既要是各个机关的骨干 而且要实行 公开招聘考试 从现有机关的人员里面选拔 要选拔一批有志于振兴上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又懂技术 又懂业务 又懂管理的人 选拔到这个机关里面来 现在上海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里面 我们缺乏经验 很重要一点是现在赶快把外国的直接投资吸引过来 这是建设上海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大量的投资来改造我们现有企业 跟我们全部的企业合营 或者一部分企业合营 或者合营企业来把它搬到浦东 搬到闽航 这样整个的城市建设也会跟着上去 这样解决我们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缺乏的这个状况 新的市政府啊 这个要选择菜篮子的问题 作为自己工作的突破口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富士兵 所以一定要把富士兵搞上去 只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才能够动员去上海人民的尽头 市委啊 现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就是就是这个搞富士兵生产啊 和供应啊 现在制定了一个初步厅呢 非常好的计划 就是肉勤荡菜一条龙 就是这个龙尾负责 从生产一直到批发管起来 将来上海市没有菜吃啊 你就找这个龙尾主任 搞这个责任制啊 我今年下半年啊 向同志们保证 用主要的精力抓富士兵生产 要把发展教育事业 放在首要位置 我觉得我们现在上海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小学的教育 提高这一方面的水平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 加强职业培训 这上海的振兴呢 就只可待 我不是说不要加强大学 没这个意思 大学主要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不要大家都往大学里跑